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演习中 人们再次看到了他的身影 特巴林坦克时而在雪地中飞驰 时而向目标凶猛开火 一时之间引着外界不由的赞叹 俄罗斯的飞行坦克又回来了 那么特巴林飞行坦克的称号是从何而来 九座冷板凳的特巴林坦克又为何突然现身实弹演习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5年2月 莫斯科州西南部的纳罗福明斯克市 突然响起了震儿欲龙的爆炸声 多辆全副武装的坦克冲上山头 向目标猛烈开跑 据了解 这是俄罗斯第一次坦克禁卫师 正在雪地中进行的一次实弹演习 而这次演习的主角就是俄罗斯陆军的王牌坦克特巴林 特巴林是上世纪70年代苏联研制的主战坦克 它由酒精沙场的特六四发展而来 1976年开始进入俄罗斯装甲部队服役 该坦克最引以为豪的并不是它的攻击力 而是其装备的一颗特殊的心脏 据了解 特巴林坦克的发动机 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款其他坦克都不相同 它别出心裁地采用飞机上使用的燃气轮机作为动力 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做法 不过 也使得它获得了无与伦比的速度 据媒体报道 特巴林坦克最高时速竟然高达70千米 简直和贴地飞行一样 因此 特巴林还有一个响亮的外号 飞行坦克 作为世界第一款量产的燃气涡轮动力主战坦克 特巴林直接影响了美国M1系列坦克的动力选择 而在美苏冷战期间 特巴林坦克一直是苏联陆军手中的王牌 甚至一度禁止外乡 但是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 在俄罗斯陆军的装备序列中 特巴林坦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基本处在闲置的状态 直到这次演习 它才重新得到俄罗斯陆军的重用 短片当中提到了 特巴林素有飞行坦克的美意 原因是因为它安装了一台燃气轮机发动机 按说这种发动机只是在飞机上出现 那么为什么特巴林会有这样的一台发动机 苏联把这款坦克自豪的称为飞行坦克 那肯定要装飞机发动机 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向下去判断 实际上它想这款坦克能够呈现出战斗跑车的这么一个形态 它的蹲攻率可以达到苏联和现在俄罗斯坦克最高 如果有了这个强劲的动力 它在开阔地上或者在复杂地形上的机动和其他坦克相比 就要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它在通过坡度的时候可以飞起来 而且在空中还有一个优美的弧线 把这个角度成为飞行坦克一点也不为过 另外它在从静止到一定速度 这个加速时间很短 因为很多跑车它不是比的我中段速度最少 关键是我起步的时候没有多快 那么这款坦克把这个特点发挥的雷迪尽致 如果在静止状态到一定的速度 它可以在短时间里完成 如果对方对这个目标进行射击 你突然发现它的移动速度 居然会超过你炮口的旋转速度 这样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命中它 另外这款发动机跟之前的柴油发动机相比 它的寿命变得很长 而且维护保障工作如果你能够做到位 也相对节省 所以这点也是这款发动机 能够和这款坦克结合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以说这款发动机确实有一些独到之处 另外我们说特巴林应该说服役时间很久了 那么可以说前些年一直处在一个闲置的状态 但是现在俄罗斯拿出来来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实弹演练 从这次演练的情况来看 究竟特巴林是一个充数的状态 还是真的还有用务之地 我们应该这么说 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或者很长时间 我们有点低估特巴林的实力了 虽然刚才杜老师已经提到了 作为一款燃起轮机的这种坦克 早期它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燃起轮机的稳定性很差 马力不太够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1250马力 刚才杜老师提到一种东攻力 就是说坦克的重量除以它发动机的马力 或者是倒过来除也可以 这个数字越大 顺便这个坦克的机动性越好 那么这款坦克特巴林 目前在俄罗斯的所有坦克当中 应该说这个数字是最高的 排在最前面的 最大的公路速度每小时可以达到70公里 这个速度是非常了得的 那么有这么好的机动性 在平面作战 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 特别像在俄罗斯这个领域和这个大平原上 这个开阔的地带 有这样好的机动能力 有这样好加速的能力的这种坦克 那作战起来当然还是非常 价值作用是非常大的 所以凭借着优秀的性能 可以说特巴林一直是俄罗斯陆军当中的一个中间力量 但是他第一次走上战场的时候 其实没有现在这种风采 相反的完全可以用灰头土脸来形容 1994年12月 俄罗斯政府为了阻止车臣非法武装的分裂活动 决定出兵车臣 第一次车臣战争就死爆发 至1996年2月 俄军撤出车臣 俄方宣布 共损失坦克 装甲车 步兵战车500余辆 其中特巴林主战坦克更是损失惨重 从战争爆发到1995年2月初 在两个月的战斗中 俄军参与战争的2221辆装甲车辆中 有225辆被彻底摧毁 其中就包含20余辆特巴林坦克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20辆特巴林坦克 都是在格罗兹尼巷战中 被车臣非法武装分子发射的火箭弹所摧毁的 除此之外 在这场战争中 特巴林坦克更是上演了让人啼笑劫飞的营 据了解 1994年12月28日 俄罗斯第一坦克连 奉命夺取格罗兹尼东南韩卡拉机场 该坦克连521号特巴林坦克 在转向的时候 无限跌入一个15米深的坑中 导致武器系统损坏 并且深陷坑内不能出来 车上成员被迫撤离坦克 但是在撤退的过程中 却遭到车程武装分子 火箭筒和特72坦克的射击 最终炮掌阵亡 车长和驾驶员均被击伤 我们说呢 在当时特巴林应该是俄罗斯装备序列当中 最先进的坦克了 可是第一次走上战场的时候 却发生了抛锚的事件 这是什么原因 新车上路肯定会有问题 你看很多新手上路也贴了个标签 这个坦克在首次投入作战行动过程中 它的维护和保障肯定会存在很多问题 你尽管它站起来可以做很多设计 做很多计划 但是计划感不上变化 特别是一种全新的发动机 到底在一个陌生的战场条件下 或者相对简陋的保障条件下 如何去维护 这个都是大问题 并不是这款发动机不好 是大家对这款发动机认识不够深 使用时间不够长 维护和保障的经验积累的还不够 你看很多修车的高手 听声音 我就听到他到底哪个地方有故障 不用电脑 这个就是经验 如果一款新型的发动机 刚和特80这种坦克结合不久 那么成员很难在第一时间判断 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或者问题的先兆是什么 比如抛锚 这个是个严重的机械故障 但之前肯定会有一些声音 或者其他的这种数字的变化 如果对这些预先的故障 没有办法进行预判 那肯定会产生很严重的故障 它是使用中的问题 而不是本身固有的问题 那么除了发动机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当中 特80坦克被打得非常的惨 那么同时我们也说 在当时特80坦克应该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为什么还不敌几乎没有中型装备的车臣呢 战争之前很多人也做过一个判断和预估 就觉得车臣和俄罗斯相比 他们当时打了个比方 这个差距的确是太大了 就相当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去跟拳王太深进行拳击比赛一样 但实际上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车身武装分子还是花了很多心 研究了俄罗斯的一些战术 特别是弱点 自动的非常有效的一些针对办法 另外一个方面反攻俄罗斯 它的确也是出现了很多自己的错误 你比如说第一个 它把坦克用在巷战 这个坦克我们知道 它的主要的强项不是用于巷战 至少在原来的坦克情况下 当然现在有一些新款坦克 做了一些城市改型 那么在早期这种坦克呢 用在巷战根本不是它的优势 所以当时呢 这种惨状也是基本情况 趁战术的事物也好 趁它的使用也好 趁对方对它的研究也好 也应该是情理之中 所以战术等问题 确实让特巴林受了不少委屈 而俄罗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同时我们看到 其实很快特巴林呢 就打消了人们对于它的质疑 因为它第二次登上车陈战场的时候 可以说让人们清晰的看到了一款 陆战之王 1999年8月26日 第二次车陈战争正式打响 俄军在迅速完成了 对车陈非法武装包围之后 在一周的时间内 出动了上千架次的飞机 配合坦克和远程火炮 对车陈非法武装 在达基斯坦境内占据的据点进行轰炸 随后在9月初 俄军又开始向已经沦为孤岛的车臣首辅格罗斯尼 发起最后的攻击 特巴林主战坦克 再次驶入这座密不透风的刁榜之中 在这次战斗中 特巴林的表现十分出人意料 甚至还被称为不死的怪物 按照俄罗斯官方文件记载 格罗斯尼巷战中的重弹王 是一辆特巴林主战坦克 这辆坦克在格罗斯尼巷战中 先后被车陈武装分子的火箭弹命中15次 之后返回俄军坦克修理厂进行维修 然而就在重返战场不久 它又被榴弹炸中 一度导致武器系统无法正常使用 俄军只得再次将它送往修理厂维修 虽然连续两次遭到车陈武装分子的沉重打击 但是特巴林又第三次出现在了战场上 可是好景不长 这辆倒霉的坦克又一次被敌方迫击炮弹所击中 第三次返回维修厂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它已经无法继续战斗的时候 它又一次拖着遍体离伤的车体 奇迹般的重回战场 不仅如此 在第二次车陈战争中 特巴林坦克充分借鉴了第一次车陈战争的教训 在进攻的过程中 加强了坦克与步兵之间的协同作战 与此同时 特巴林还大大提高了火控系统的精度 命中率达到百分之百 在哥罗斯尼郊外的一次战斗中 也让特巴林坦克甚至在三公里之外成功摧毁目标 特巴林坦克终于凭借自己优异的表现 让世人见识到了俄罗斯陆战之王的英雄本色 我们说在第二次车陈战争当中 可以说呢 特巴林在整体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包括俄罗斯也没有对他进行升级 但是实战中的表现 基本上可以说是判若两人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第二次车陈战争应该说特巴林真正的显示 是他应该具备的这种能力 几乎是没有一辆坦克受到了受伤 坦克兵也没有牺牲一位 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坦克就像咱们踢足球比赛一样 我场上的运动员没有变 但我其他的战果可能会有差异 这就涉及到一个战术的问题 第一次基本上引导冲击 就是进入巷战地区 这样等于把自己最柔软的腹部 全部暴露给了车臣恐怖分子 那么第二次的使用方式 他就把他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 把自己的弱点进行了规避 第一 他在三公里以外对目标进行攻击 不会进行到城市街道当中投入巷战 在很远的地方发现了对方的目标以后 先把他端掉 那么第二点基本上保持了步兵和坦克之间的距离 不会超过50米 也就是我周边50米有步兵来保护我的坦克 就避免了像第一次战争当中 这些武央分子拿着火箭筒 拿着反弹个打弹 直接就攻击我特巴林 那么这个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 第三点可能是这些 如是这些士兵对这个坦克的熟悉程度 或者对他使用的经验的积累 还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另外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不可思议 就是特巴林的命中率基本上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对于他坦克来说 这样的一个数字真的有点难以置信 我们怎么去解释 可能是目标信息情况 跟第一次车人战争相比有了重大的提升 因为第二次战争 它使用的方式跟以前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对目标进行射击 首先是各种侦察分队 包括一些瞄准分队 包括一些其他的特种分队 要对目标进行定位 定位之后对目标要进行标定 就第一次战争不是打得不准 因为没打着该打的地方 所以他的命中率会呈现大幅度下滑的趋势 那么在第二次战争过程中 他就是在很远的距离上 在坦克火炮的直射距离上 他对目标进行精确的定位 比如说我发现目标 确认目标 实面目标 最后再一次摧毁目标 所以在火力的使用上 他把侦察兵的引导和坦克本身的火力结合到一起 所以这点对于提高坦克的适宜精度非常有帮助 无论是火力点 还有其他的隐藏目标 他都可以发现 所以他的射箭很开阔 目标很精确 再加上步兵和坦克的协同很高效 所以他的命中精度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所以我们说特巴林坦克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当中的表现可圈可填 也使得他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备受关注 就连俄罗斯也没有想到 之后美国的盟友也向特巴林伸来了橄榄枝 在第二次车臣战争中 特巴林坦克一早之前的阴霾 用忧郁的战绩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与此同时 俄罗斯也抓住这个机会 开始将特巴林坦克推向国际军火市场 然而就在特巴林出到军火市场的时候 一次别有用心的军火交易 却再次让他陷入是非之中 飞行坦克亮相实弹演习 老式战车装备硕大心臟 安装飞机发动机的特巴林到底有何高超本领 它在通过坡度的时候可以飞起来 而且在空中还有一个优美的弧线 俄罗斯战车折击北高加索 奇葩事故 酿成致命惨剧 初出茅庐的特巴林为何被称为俄罗斯坦克的败笔 我个人觉得特巴林本身它有一点缺陷 但这个缺陷不是它本身是具有的 故地重游 特巴林再次出征车臣战场 俄罗斯尼之战上演不朽传奇 重整旗鼓的特巴林为何会被称为不死的怪物 第二次的使用方式 它就把它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 把自己的弱点进行了规避 俄罗斯与印度签下试剂大单 320辆特90坦克出口印度 规模庞大的坦克军团为何反而不敌 落后的特巴林 因为你的炮口转动根本赶不上人家坦克跑得快 在平面作战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 沙场推出贴地飞行的王牌坦克正在播出 上个世纪90年代 俄罗斯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表现 可以说是处处碰壁 在坦克的出口方面 由于主力坦克特吉尔 在多次局部战争中的糟糕表现 订单数量继续下降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目前决定将特巴林坦克用于出口 由于特巴林坦克在第二次车陈战争中的精彩表现 在军火市场上受到了高度的关注 一时之间 众多的买家开始陆续地向俄罗斯陆军商讨出口事宜 在这些买家当中 一个特别的商贸公司向俄罗斯陆军抛出了橄榄枝 并且承诺以每辆坦克500万美元的高价购买 这个消息令俄罗斯陆军格外的兴奋 很快就将交易顺利完成 然而就在把所有出口的特巴林坦克运往目的地之后 俄罗斯陆军却突然发现 这场交易原来是一个圈套 2002年初 阿布扎比防务展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防务展吸引了50多个国家 1000多家展商前来参展 作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武器出口大国 俄罗斯自然也不会缺席 除了在国际军火市场十分畅销的特七二主战坦克之外 它还携带由莫洛索夫设计局和基洛夫工厂联合研制的特巴林优主战坦克 由于特巴林坦克在第二次车辰战争中的精彩表现 它已经亮相 就受到了外界的高度关注 就在防务展刚刚开幕的第二天 就有一家神秘的商贸公司 向俄罗斯军方提出购买一批特巴林优坦克的请求 据这家商贸公司的负责人称 他们是受到摩洛沟军方的委托 准备采购一批特巴林优坦克 并且计划为每辆坦克支付500万美元的购买费用 一时间 这笔订单引起了俄罗斯军方的高度关注 经过短暂磋商 俄罗斯迫不及待地与这家商贸公司签订了最终合同 并立刻让基洛夫工厂制造相应数量的特巴林优坦克 然而 就在特巴林优坦克陆续交付完毕的时候 俄罗斯军方突然察觉 这家神秘的商贸公司并非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 经过一番调查后 终于发现 它的幕后操纵者 居然是美国的老牌盟友 英国 这一发现令俄罗斯大为恼火 但是此时为时已晚 大量的坦克已经交付完成 俄罗斯军方只能自食苦果 不仅如此 更让俄罗斯郁闷的是 英国在获得这批特巴林优坦克之后 立刻对它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测试 最后 英国甚至还将一批特巴林优坦克送往美国 并在美国阿伯丁实验场 又完成了一系列评估工作 完全掌握了特巴林优坦克的所有弱点和缺陷 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确实是被英国彻底算计了 不光是特巴林的性能被完全了解 同时它的弱点也向对方暴露了 那么为什么在军贸当中 俄罗斯会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 严格的说是个错误 如果不严格的讲 也未必是个错误 因为从特巴林在整个俄罗斯军队的地位作用来看 它占的数量并不多 另外这款坦克的原产国是乌克兰 你现在如果大家分开以后 今后这款坦克能不能改进 或者是有没有大量列装 这都是一个大的问号 俄罗斯不仅可以被动的去泄露这些核心机密 或者你讲到的弱点 它主动去泄露 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特巴林有可能在俄罗斯军队并不重要 或者是一个黄花产品 今后随着服役期限的陆续到达 退一辆 而且也不再补充 新补充的有可能是特90 或者其他更先气的坦克 所以这款坦克在俄罗斯军队的地位作用 它是一个下滑的趋势 这个蛋糕在逐渐缩小 你与其我被动的暴露 不过我主动去送 而且今后我可以告诉你 我新型坦克和这款坦克差距会很大 严格的说 这些特点有可能对西方会产生一些误导 有可能你通过特巴林来推导 你的特90会有什么问题 另外新型的坦克还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把这些问题都当成特90 或者其他坦克的问题 那么西方有可能上当 所以俄罗斯也是用这块特巴林的蛋糕 给了西方一块烟雾弹 或者一块坚硬的盾牌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在拿到特巴林之后 英美等国对他进行了一些评估 那么可以说 他们也声称特巴林的弱点和缺陷 他们全部掌握了 我们说在实战当中 如果说掌握了对方的弱点和缺陷的话 对于款装备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但是我们发现俄罗斯仍旧装备的这一款装备 原因是什么 其实俄美之间或者是欧美俄之间 这种彼此对装备的了解和熟悉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完全是坦克 也包括飞机 一些相关的导弹装备 双方都会去想方设法做一些了解 另外一点我们看到了 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 特巴林整个在俄罗斯装备体系当中的 它的价值量或者是它的含金量并不是太高 但是我们要看到有一点 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觉得 就是特巴林本身它有一点缺陷 但这个缺陷不是它本身是具有的 你比如说它的远距离的作战能力 进度不是太高 夜间作战能力不是太高 这跟俄罗斯的作战理念是非常有关的 另外一点从俄罗斯本身来说 估计因为经济上的问题 也可能不会花太多的心思去研究 因为对方去了解我 重新去改动后面去重新去做 有点像我们球队比赛一样 谁对谁都彼此不算了解 重要的还是连长发挥 所以不管是英美如何破解特巴林 确实没办法撼动特巴林 在俄罗斯陆军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而且它也逐渐展现出了 可以挑战世界上最先进坦克的能力 而我们看到之后 利用它印度也增加了一笔军购订单 弥补了六年前犯下的一个疏忽 2006年12月 印度陆军做出了一个让人迷惑不解的决定 在获得320辆俄罗斯特90S坦克之后 决定再次追加330辆特90S的订单 印度陆军军方负责人解释称 这是由于印度周边局势不够稳定 甚至一些国家的装备会对印度陆军产生威胁 所以才做出这项决定 事后有分析人士指出 印度军方所谓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指巴基斯坦在六年前的一笔超级军购 2000年初 巴基斯坦从乌克兰购进的特80型主战坦克全部交付完毕 但是印度并没有把巴基斯坦的特80放在眼里 毕竟自己采购的是更为新型的特90坦克 但是1998年在希腊进行的一次坦克对抗测试中 特80坦克居然暴凌击败了如日中天的特90坦克 这个结果让印度陆军天价购买的特90坦克彻底陷入了尴尬的地位 据媒体透露 巴基斯坦引进的是特80坦克的最新型号特80UD 该款坦克使用了包括全焊接炮塔 隐身技术 而在车体和炮塔前部则安装了乌克兰最新研制的爆炸式反应装甲 特80UD的出现 瞬间抵消了印度特90S的性能优势 无奈之下 印度陆军被迫做出增购的举动 希望能够通过数量上的优势再次抢占先机 我们说印度在坦克的选择上也是非常有想法 它是用特90来去对付巴基斯坦的特80UD 可以说就是用俄罗斯现役的一款装备去对付它的另一款装备 我们怎么去理解印度的想法 应该想法有两点 往远一点考虑的 主要还是想引进特90S的坦克生产线 获得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帮助 让自己的坦克的实力会更强 另外一点 相比较巴基斯坦这款特80 特90S的确在很多方面要做了一些改进 很多领域当中还是比较领先的 你比如说像发动机这一块 它用的就是这个柴油机了 那么比燃气轮机的特80的话 相对来说经济性要好得多 第二块它在防护方面做了一些改进 你比如说它的这个炮塔的机体 改用了这个复合装甲 这个抗击打的能力会提高 那么用这个新型的特90S 性能上比特80UD做了很大的一些提高的这种坦克 去对付巴基斯坦的坦克 那么印度的这笔账应该说的还是比较清楚 之前我们看到有关人士也指出说 俄罗斯卖给印度的特90其实是阉割版 和俄罗斯自行装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它的性能上还不敌巴基斯坦的特80UD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说法 杜老师您怎么看 俄罗斯出口重型武器装备历来是留一手 因为它跟印度出的价钱有关系 因为俄罗斯在军火出口上 它市场行为很显著 说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什么配置 如果我们谈不好 那对不起我就按我的想法给你做 印度在采购特90UD的时候提了很多很多额外的要求 很多要求让俄罗斯很讨厌 所以说方在使用过程中也围扎着一些问题 进行了所谓的争吵 那这种争吵呢 对于俄罗斯和这款坦克的热情 有可能产生比较大的作用 或者是冷却作用 所以从整个的装备性能来看 它跟印度想象的相比可能差距比较大 但是印度在这款坦克中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获得了特90UD的生产线 我可以今后自己改 从价钱上看 它跟以前自己国产的坦克相比 还便宜的非常多 所以尽管俄罗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手脚 但是不影响印度获得这款坦克的这种渴望和兴奋 所以特90坦克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 应该还需要时间去检验 但是正好形成相反的是 我们发现特80坦克的研发者和改进者 对于这款坦克却非常的有信心 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升级改造之后 他们甚至坚信 这款坦克可以挑战美国最先进的坦克 M1A2究竟是什么情况 我们去了解一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随着世界各国第三代坦克的不断问世 俄罗斯陆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经过反复讨论之后 决定全面升级现役的主战坦克 特80UM应远而生 然而就在该坦克刚刚问世的时候 俄罗斯军方的设计人员就对外宣称 特80UM坦克具备击败当今世界各国坦克的能力 即使是号称世界第一的M1A2也不在话下 飞行坦克亮相实弹演习 老实战车装备硕大心臟 安装飞机发动机的特80到底有何高超本领 它在通过坡度的时候可以飞起来 而且在空中还有一个优美的弧线 俄罗斯战车折戟北高加索 奇葩事故酿成致命残局 初出茅庐的特80为何被称为俄罗斯坦克的败笔 我个人觉得特80本身它有一点缺陷 但这个缺陷不是它本身是具有的 故地重游 特80再次出征车臣战场 俄罗斯尼之战上演不朽传奇 重整旗鼓的特80为何会被称为不死的怪物 第二次的使用方式 它就把它的长处发挥到了极致 把自己的弱点进行了规避 俄罗斯与印度签下世纪大单 320辆特90坦克出口印度 规模庞大的坦克军团为何反而不敌落后的特80 因为你的炮口转动根本赶不上人家坦克跑得快 在平面做的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大的 沙场推出贴地飞行的王牌坦克正在播出 特80经过多年的发展 已经衍生出了多个型号 从早期的特80到如今最新型的特80UM 俄罗斯部军可以说在它身上下足了功夫 不仅对它的火控系统进行了全方面的升级 而且在防护装甲上也采用了最新的技术 就在特80UM刚刚问世的时候 俄罗斯的设计人员和改装人员就对外宣称 西行的特80UM能够击败美国陆军引以为傲的M1A2坦克 而且在特80UM身上 还有一处他国坦克都难以企及的独门绝技 这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特80坦克自从问世以来 进行了多次升级换弹 其中包括特80B 特80BV 特80U 特80UM等多型坦克 其中在俄罗斯军队中装备最多的 当属最新型的特80UM坦克 据了解 特80坦克与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军M1A2坦克一样 都采用燃气轮机 但是特80UM装备的燃气轮机却有所不同 它的燃气轮机经过改良之后不再挑食 柴油和汽油都能使用 大大减轻了后勤压力 与此同时 它的设计者还宣称 特80UM坦克在复杂地形上行驶时 仍然能够精确命中远距离目标 这个性能M1A2并不具备 特80UM坦克具有和当时世界先进坦克一较高下的能力 除此之外 新型特80UM坦克 在装甲防护力方面也进行了全新升级 与M1A2采用平油装甲的做法不同 俄罗斯设计人员为这款坦克专门研发了一套独特的 竞技场主动防御系统 该系统可在全天候条件下阻挠任何方向的袭击 有分析人士指出 竞技场防御系统 至少将特80UM防护力提高了三倍 在实战中能获得比M1A2更好的防护效果 其实我们看到这两款坦克还是有差距的 毕竟年龄差了20岁 但是俄罗斯的设计师却非常的有底气 他们说现在最先进的特80 也就是短篇当中提到的特80UM 可以挑战美国的M1A2 那么他们这种事情究竟从何而来 此言不虚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单就一辆坦克对一辆坦克 我们抛开作战体系的这种支持 和对坦克其他作战的影响 至少我觉得这一款新改新的特80 这有三个方面是M1A2比不了的 第一点尽管用的都是燃气能机 但是特80UM这一款的燃气能机 是什么油都可以吃 什么汽油柴油煤油都行 这个是它一大优势 就是整个的后线保障 后线压力会变得很小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就是新款的特80 装了这个主动防御系统 这个系统的防护能力 可以按过去的特80坦克的 整个的防护能力提高三倍 这个防护能力要强于M1A2 那么第三点就是火力打击这一块 尽管它的主炮的射程 可能比M1A2要低一点 差不多少个一两公里吧 但这款新型坦克可以发射炮射导弹 发射炮射导弹不仅可以攻击 更远距离的地方目标 而且还可以打直升机 这一点能力M1A2也学是学不会的 所以我觉得有这样三点能力的话 那么俄罗斯人有这样的一个自信 我觉得还是有底气的 另外我们看到有消息指出说 特80在复杂地形上的性能 其实是超过了M1A2的 那么难道是在复杂地形上特80真的有自己的动门绝技吗 从目前它展示出的基本性能来看 应该比M1A2要略强一些 因为首先它自重力比较轻 它跟M1A1或者A2相比 它的蹲功率恐怕要占据一定的优势 这一点的决定了坦克的一些原始指标 特别是机动指标 要比M1A2或者A1要强大得多 另外从本身的机动能力来看 特别是在车程 包括在其他地区的作战行动 它也展现出了这种态势 所以俄罗斯坦克它历来以机动和火力组成 我在这个地区便于大量生产 而且能够降低它的价格 这样机动速度或者机动能力 就成了一个更好的防护能力 所以装甲为你厚 但是跑得比你快 这样对方的坦克 无论是它的炮弹还是导弹也好 命中部的概率就会大幅度下降 所以跑得快也是一面盾牌 所以说经过了一系列的改型之后 现在的特巴林应该说是非常的成熟了 但是我们说它曾经经历了几次战争 现在也面临着无上可打的状态 而最近我们看到俄罗斯又为它找了一份新工作 2013年5月 俄罗斯外贝加尔边疆区一个军火库突然发生爆炸 爆炸现场浓烟滚滚 消防员不顾自身安危冲锋在前 可是火势却丝毫没有减弱 就在这时 一辆造型怪异的坦克冲入火灾现场 坦克上装备的高压水枪源源不断地喷射出高速水珠 迅速将大火扑灭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在火灾现场冲锋陷阵的怪家伙 是一辆由特巴林坦克改装而成的特种消防车 它不但能够穿越障碍 抵达普通消防车无法抵达的火灾现场 而且还特别擅长扑灭武器和弹药库等爆炸区域的火情 而就在不久之前 这辆坦克消防车还出现在一次军火交易会中 根据俄罗斯陆军公布的数据 目前俄军共计3044辆不同型号的特巴林坦克服役 拥有1556辆处于封存状态 这些退役坦克的未来出路究竟如何 也许将它们改为特种消防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看到俄罗斯是将特巴林改装成了消防车 并且拿到防务宅上进行出口 好端端的一个坦克被改装成了消防车 我们怎么去理解俄罗斯的行为 这可能是再次就业的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俄罗斯里来有这种做法 您现在很多耕地的拖拉机 看远开拖拉机实际上不是 有可能是特72坦克或者之前的特55特62坦克 劲很大而且耕什么地都耕得动 另外像报废的台风机潜艇 这个潜艇挺大拆了层浪费 拉土豆吧 就是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 一次拉好多好多的土豆 甚至拉矿石 而且在水下 它这个所谓的海运成本比铁路运输也要便宜得多 所以现在特巴林坦克变身为这个灭火坦克 或者消防坦克 大家也好理解 肯定是出于这种思路 从我想看 如果把这款坦克当成一个消防坦克 有很多独到的优势 一般的消防车比不了 就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奔驰 奥迪那些高大上的消防车 你碰到障碍真进不去 而且碰到火灾或者其他这种高温条件 你也没办法向前开 如果开的话 你可能就是火灾中的一个受害者 如果把坦克当成这种所谓的消防工具 向前激动 那么这个障碍它完全可以克服 比如强倒了 或者其他的这种车辆阻挡它前进的道路 它可以强行开辟消防通道 如果在火场上进行比较 我想任何一款专业的消防车 它的通行能力 它的灭火能力 以及它的抗高温抗击打能力 都不会比特巴林强 所以推向国际所谓的警用市场 今后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卖场 或者大的卖点 另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其实俄罗斯非常善于将坦克改装成功乘车 一方面我们非常羡慕它的这种再利用的能力 但同时是不是也在说明在俄罗斯坦克的使用率可能在下降了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这种需求量的确是在下降 但需求依然还在 肯定还在需要的 像刚才杜老师也提到了 我就觉得把坦克改成这样的东西 它还是很正常的了 至少是一个震荡的在坦克去做一些使用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 就是这个坦克的母家 就乌拉尔车辆厂 这个车辆厂 目前的任务是非常非常的少 国内的订货也非常少 因为目前的国际环境来看 包括俄罗斯陆军本身的需求量来说 对坦克的需求量也并不是太大 但这个厂有20多个研究所 合作的企业有300多家 现在的员工接近3万人 那么这么多的员工 这么多的合作伙伴 这么多的研究所机构 怎么去维持它 肯定需要立谋职业 或者谋第二职业 这对乌拉尔来说也是一个很重的任务 所以说参展也好 还是改装成消防车也好 可以说特巴林确实转换着不同的角色 继续活跃在战场上 但是我们看到最近俄罗斯也希望他退役了 原因是他们已经为特巴林选好了继任者 2015年5月9日 俄罗斯庆祝魏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 在莫斯科红场正式举行 在这次阅兵中 俄罗斯王牌武器悉数亮相 其中关注度最高的 当属俄罗斯军工企业最新研制的特邀斯阿玛塔主战坦克 据了解 俄军方表示 特邀斯阿玛塔坦克即将在阅兵后开始服役 不仅如此 新型阿玛塔坦克与俄罗斯现役所有坦克都不一样 它装备有俄罗斯最新研制的 2182式125毫米滑堂炮 并且是世界上第一款采用无人炮塔的主战坦克 坦克内的三名成员都在车体前部的装甲舱内 和通过遥控的方式操纵炮塔和自动装弹机 大大简化了实战中的操作难度 不仅如此 俄罗斯陆军官员表示 随着阿玛塔坦克的即将服役 这也意味着俄罗斯将在未来陆续展开对现役坦克的换代工作 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用阿玛塔坦克 替代已经服役长达30年之久的特巴林主战坦克 我们看到俄罗斯这次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的阅兵式上 向外展示了一款最新的坦克特14 那么可以说这是俄罗斯第一款采用无人炮塔的坦克 那么这样的一种设计对于坦克来讲有着什么样的优势 采用无人炮塔应该优势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至少几点可以看 第一点整个的炮塔会变得很小 那么变得很小就意味着你在战场上被对方命中的概率就会降低 这是第一点非常直观的 那么第二点是维修保养的角度来说 因为整个炮塔都在体外在车体外面 维修或者是检修都比较方便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更主要的就是成年整个坦克里面这些人员工作人员 它的工作环境它的生存率会很大的一个提高 因为采用了无人炮塔以后 整个这个战斗室和这个人员就要会被分开 那么火炮发射这些尾气呢 也不会对人员战斗室的人员造成太大的这种影响和伤害 所以说整个对它的保护率应该很有很好的提高 那么多老师在您看来按照现在俄罗斯的状况 如果说特14进行批量生产的话 是否会完全取代老旧的特80呢 有可能 但是另外一点我们要看到 即使没有特14特80的命运也不会太长 因为同时装备几款同一型坦克 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是个灾难 比如说之前同时装备三代坦克 它选了好几种 在国家只有一种 你想它特64给算三代 然后特72 特80 特90 我到底把哪一款坦克当成重点 而且在不同的技术方向上 各团的坦克都有自己的优势 也都有自己的不足 目前俄罗斯前站很紧 你包括现在西方的制裁 再加上石油降价 所以它已经没有强大的财力 同时去支撑几款坦克的发展 所以特14坦克的出现 实际上是改善了俄罗斯地面装甲部队的结构 我里面有一些坦克 能够对抗西方 有一些坦克的性能超过了西方 这样西方看俄罗斯坦克的时候 眼神就会相对谦虚一点 如果有一款特14坦克超过了西方坦克 一旦出现了情况 我可以把西方坦克打成这样 这样对俄罗斯改善武器装备 的确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所以特14未必去取代特80 但是即使没有特14 特80在俄罗斯军队中 这个命运或者前途 也是一个灰色的问号 特80坦克是有史以来最为知名的坦克之一 它从诞生之后 前后经历了两次车臣战争的洗礼 一方面由于优秀的性能 获得了一致好评 另一方面又因为在车臣战争中的糟糕表现 导致其一度被打入冷宫 不过即使特80坦克遭受再多非议 它依然是当代俄罗斯陆军中的王牌 更为重要的是 作为第一款装备 飞机发动机的量产型坦克 它也在世界坦克史上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